大家早上 欢迎收看开市前瞻 港股连续两个交易日都是受制住27000关口 不过好在中美那边似乎都仍然有些乐观的消息 看看有没有机会令到恒指再推上去27000楼上 中美贸易全出有进展 据报考虑在春年1月的时间 在瑞士上签署首阶段的贸易协议 而两国的经贸官员星期二再通话之后 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也都再说好说话 我们先听他怎样说 最新特朗普说法又好像跟习主席朋友 我们看看会否带动到市场气氛 专家要请教王智英 杰森 和我们同事有了李嘉维 罗永 两位杰森 早晨 杰森你好 早晨两位杰森先听你怎样说 现在特朗普继续说好说话 连香港问题都说相信习近平主席可以处理得好 现在是不是好像很多坏的 大家之前都觉得卡住的东西 有点消除了呢 你信不信这个乐观言论背后下 真的有机会达成协议呢 今次那个乐观情绪呢 如果你说真的决定到在瑞士那里签 我觉得可能性都高的 过往这三个礼拜呢 那个气氛其实没有改变